珊珊妳說只要講話不句點 男友就可以一個接一個 什麼意思啊 就是妳不能給男生覺得妳很難聊 然後要描繪 描繪這件事 人家就會覺得妳很在乎他 可是說不做每一個都描繪 這個可不可以舉例嗎 就是妳的訊息 時間不能 太久 對 人家會覺得妳不在乎他 然後聊的時間就是 對話裡面就是要帶點貼圖 人家就會覺得 感覺妳在他旁邊動來動去 什麼樣的貼圖 有心心的 也愛心的那種 妳說妳是聊電話的 沒有 我喜歡用簡訊 因為用簡訊妳才可以多聊幾個 多方聊天 多聊幾個 還可以這個pattern傳給十個人 就是才可以群聊 群聊 殊不知我大家都傳一樣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妳好在乎我 妳都聊傳很快 妳不會傳錯嗎 沒有 因為大家都叫都一樣 大家都 我都喜歡叫人家小滷蛋 每一個人都是小滷蛋 我們這邊有一個大的喔 只有一顆而已 兩個滷蛋長不一樣 沒有 我跟你講 統一暱稱 我要教他們 統一暱稱這件事非常重要 對 常常有一次叫做 就掛掉 不然就房東 都叫房東 房東 房東太噁心了吧 房東 小房豬了 來收房豬了 住在你的心房裡 沒有 就是那個 你的電話裡面要存說 房東 不管什麼時候打來 房東找我 不能存那種奇奇怪怪的 我知道就是要傳出比較普通的 對 跟老師 說什麼舞蹈老師找我 或是風水老師找我 那種 對 各行各業 風水老師 對不對 我來看看你的風水 風水 然後趕快送茶葉過來泡一下 這樣子 怎麼妳們好像兩個很有畫面 年紀大了有個共鳴 對 妳說講話要帶藝術什麼意思 對 就其實也是像康哥剛剛講那樣 像我也會很喜歡 就是跟男生聊天的時候這樣 比如說 我現在很想要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 想要什麼啊 對 然後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遇到害羞的男生 他就會很害羞 那我說沒有啦 我要幹嘛幹嘛這樣 可是如果真的遇到 唉唷 唉唷 想要玩的那種男生喔 就想要你啊 不然想要什麼呢 之類 就這樣可以接下去 進可攻退可守 就覺得非常的棒 你們兩個可以組一個Tim 跟你一樣 我要算你一樣啊 你知道我現在想要幹嘛 對 你知道我現在想要吃什麼 對 這招我也很常用 九外二人組 九外二人組